在哈士奇坐飞机是种怎样的体验 刚到机场哈组就开始各种找事 小到三四斤的博美 大到一百斤的阿拉斯加 他全都对人家吵一下 看你的个子能打过人家吗 你这个吓得我赶紧给他关起来了 然后他就开始让我射死 他不许你傻子 他不仅在等地吸息的时候叫 关键的时候叫 坐机场大巴的时候他还叫 其实为了防止他在飞机上叫 我提前给他戴了一个嘴巴 但是还没上飞机呢 他就已经扒拉掉了 工作人员台大上飞机的时候 他还是在叫 然后最尴尬的来了 他在飞机上叫了一路 整个飞机客厂里面回到了他的狗叫声 真的是大型射死线 幸好我们做的是宠物友好航班 这次某宠假期直接包了一整大飞机 带狗子们从北京大兴机场出发去三亚玩 大家都是带着狗子常坐的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友好 所以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但是除了哈士柱之外 真的没有其他管在飞机上叫了 我真的太尴尬了